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来电科技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在剪辑视频的时候需要导入素材和图片 都要等下很久 那对于我这种有剪辑视频需求的人来说 尽管每次会耽误一点点时间 但是时间长了 耐心也就磨没了 为了改善我的日常使用体验 这次我也是趁着节日活动 入手了这款齐步数据的SN580固态硬盘 今天就给大家看看这款硬盘的性能如何 首先来看这款固态硬盘的整体参数 这是一块入门级的1TB读写速度 高达4150Mbps的低功耗固态硬盘 支持PCIE 4.0通道 蓝盘系列从SN570甚至到SN580 在读写速度上有了不小的提升 同时采用N-Cache 4.0技术 这个技术主要是借助混合SLC缓存机制 可以以更低的能耗提供更强的突发写入性能 拷贝跟快速便捷 能够节省不少的传输时间 同时官方也给出了5年质保 使用起来是比较放心的 这里我们也是将固态硬盘安装到主机上 来测试一下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本次我们选择了两款硬盘测试软件 分别来测试一下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测试的电脑性能与配置如此所示 经过测试 在空盘1T的情况下跑分 AS SSD Benchmark的读取速度为 3323.11Mbps 写入速度为3607.35Mbps 而更为精确化的CDM 显示读取速度为4161.2Mbps 写入速度为4178.77Mbps 这个数值和官方宣传的差不多 没有虚标这点好评 让我们看看实际使用方面它给人的感受如何 打开自己还没剪完的视频 可以看到这里打开PR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投入一个素材 画面加载的时间也大大缩短 我剪辑视频的效率却是大大提高了 现阶段国产固态硬盘的价格是越来越卷了 固态硬盘的价格远不像之前那样 一个G就要1块甚至2块 像西部数据这类大厂 虽然产品价格也有下调 但是不太可能做到极致的性价比 它的用户群体更需要的是品控 质保之类感知不强 但却非常有必要的属性 综合体验下来 这款西部数据SN580固态硬盘 无论是用于日常工作 还是高强度的数据处理任务 都能提供高效稳定的性能表现 它相较于SN570在性能上做出了提升 同时价格也是有所提升 刚好马上就是天猫女王节了 很多大牌都会有优惠 SN580的价格现在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分享 这里是来电科技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记一键三连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